好,布农族文化的核心就是小米 太平国小10月24号举办了布农族小米教材的发表会 邀请了25所的国中小学校长来参加 将这些教材带回学校 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小米的文化 布农族文化的核心就是小米 太平国小办理布农族小米教材发表会 邀请25所的国中小校长参加 将这些教材带回学校 成为学校教材使用 我们也要教导孩子 我们布农族的精神就是敬天爱人 然后爱惜土地 那我们所种植的农作物 我们更要来关爱它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孩子的学习 不管是我们在种植 或者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要把这样的态度来传承下去 那小米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对,生命力非常旺盛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学习小米的精神 这次教材是由小米研究 行之有年的阿志堡团队 以及太平国小教师 种植小米农友等等 合力完成的布农小米教材 针对布农族的小米 种源更是从1977年 美国学者所采集的 当年采集100个品系 有52个是布农族的小米品系 所以就将这个52品系带到浊西乡 由当地农友来种植 再做成教材标本以及电子教材 不管从它的济世力或是巴西哺哺音乐 这样的一个主轴进入 然后一直到它是早年的文献 是怎么写它们的那个种植的方式 它家屋 小米仓是怎么样布局在家屋里面 或者说小米它是一般祖父 它如果一早起来 它要怎么样主食这些小米 相关的一些文献上的一些内容 以小米仪式中心的碎石记忆 体现原住民族独特的文化 对于人自然社会秩序的规划 许多祭礼 灌俗 传说 都跟小米有关 透过小米教材让学生了解 我想我们期待很久了 因为我们学校之前 有试着尝试去种小米 那这次有这样的教材 跟它的一些深入的研究之后 我相信我们大概给孩子的 种植这件事情 应该会是亲省的 而且希望这个文化的种植 只能够在孩子里面 在身体里面发芽 这一次的小米教材组推出了 包括电子教学简报 小米实体样本 小米种子包 提供有意愿的部落学校 进行小米教育 从儿童开始进行小米教育 使认识部落传统知识的起步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卓西香 采访报道 我们是否会在增加的 幻 έχ认识部落传统知识的起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